来第二题还是一样只是在检验不等式 这我们在五之一有练习过一次了 那负1零五分之四带进去 例如负1带进去会得到什么 负1减9大于等于负7 好负10有没有大于等于负7 没有嘛对不对所以负1不是 好再来零带进去会得到零减9那就是负9啰 负9有没有大于等于负7 也没有啊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不行 那五分之四带进去呢叫做负8又 我写这里好了我写这样 所以五分之四减掉9大于等于负7 好你会发现说负五分之四减9叫做负8又五分之一 负8点多有大于等于负7吗 也没有 OK 所以第一题没有任何人是他的结 好再第二个 5x减4大于负9 我把负1带进去会叫做负5减4 负9有大于负9吗 没有嘛对不对 那零带进去会得到负4大于负9 好负4有没有大于负9 有的 再来五分之四乘五四吧 四减掉四有没有大于负9 零也大于负9 这是对的 好所以一个一个判别 答案就是这样 不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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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